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做走油肉 走油肉是一道很好吃的菜 只是在做的时候要起大油锅炸 所以现在人很少在自己家里做 那市场上呢也很少见 几乎一块难求 今天我们就趁着大锅年 让自家厨房热闹一下 做走油肉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导致需要你有些胆量 因为它会炸到油花四溅 那个响声会让你心惊胆战的 那如果我们有了心理准备 有了防御措施 也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走油肉要用这种五花肉 那长度呢一般都是这样 你没得挑 那这个宽度和厚度你可以选的 一般我都挑这种厚厚的 然后买三到四磅做一顿 首先我们把它一段二 水开后放滚水里滚一滚 水再开 在滚水里再滚一个一两分钟左右 取出 再冲洗 肉皮用刀刮一刮 然后我们再放入水里煮 打一个冲结 放几片姜 人水没锅肉 大火煮开 煮开后给它翻翻面 然后放些料酒 转小火 焖到它七八分熟 中途可以再翻翻身 大约大半个钟后 你就要注意了 用筷子是它的皮 这样用些粒 用粒能穿过去了 应该就是七八分熟了 我们把它取出 这锅汤留着 放些青菜啊蘑菇什么的 就是一碗鲜汤了 做走油肉煮的时候 情愿欠些火后 也不要煮过头 用厨房纸擦干它 就可以开油锅炸了 油至少放到肉的一半厚度 最好用这种底部有圆度的锅 撒些盐 我现在放了大约是一个 TSP这样 那撒盐除了不容易粘底 肉也带些咸味 最主要的就是撒了盐以后 这个肉皮不会发的太开 油半热不热的时候 肉就可以下了 皮槽下轻轻的接进油锅 越接进油越不会溅 刚开始的时候 它炸的厉害 因为有水分 所以你要盖上盖子 中小火让它慢慢炸 就这样转动油锅 炸到每个角度 那等水分炸干了 皮就不会粘底了 就会自动离锅了 这个时候应该已经炸了有三四分钟了 水是慢慢变小了 我们准备翻面 翻的时候 手要拿着盖子 就像拿着一个盾牌一样的 以防万一油炸到一塌糊涂 这一面是瘦肉 所以很快 两分钟左右就搞定了 接下来就简单了 打开锅盖 四周炸到它金黄 整个走油的过程 大约在15分钟上下就完成了 紧接着就放到清水里泡一下 让肉松弛一下 大约泡个十几分钟这样 不要泡得太久 如果泡得太久的话 肉皮发得太开 容易鱼肉脱离 现在我们把它放清水里再煮 你可以切好片再煮 也可以像我这样整块的煮 加一点老抽 上点色 入些味 放少许糖 掉掉鲜 那煮好后呢 也有切片清蒸的 也有更其他菜 像梅干菜啊 笋片啊 在一起烧的 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那你觉得怎么样好吃 怎么样就对了 水开后 用小火 焖个十几二十分钟 中途你可以翻根面 这块走油肉就做好了 冷却后切片 热的时候切 容易散 那喜欢吃肉的人呢 第一顿一定要吃爽了 就这样切成片后蒸 蒸好后呢 淋上我们刚才烧肉的肉汁 就可以吃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道菜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多钟 请大家看 我们下咨栏 请大家看